今天做什麼? 今天做蒜蓉牛油包 為什麼是你做的? 因為你不會做 你發點 上次吃過一次他做的 挺好吃 那就叫他做 我偷懶 我做攝影師 開始了 首先把牛油包在碗裡 用熱水擦一擦 讓它稍微溶 接著 可以蒜蓉 可以蒜蓉 有些人可能用多一點 我覺得多一點很辣厚 就用半個塊 然後把它切一粒粒 不是蒜蓉嗎? 是的 所以要稍後再碎一點 如果有機器 通常有些人可能會用機器 小粒粒會好一點 因為大粒的話 我覺得很辣 最好把它切成小粒粒 你也不是十指纖纖的 是有骨頭脫的 你真的切到蒜蓉出汁 針板有沒有洗乾淨? 有洗一些水來的 是的 剛才那些水來的 不是那些汁來的 可以了嗎? 可以了 搞定了 我總是覺得你得到蒜蓉出汁 有針板的味道 好 那現在呢 就看看牛油用得如何 都不是好用 不過不要緊 如果好用 通常我會 如果好用 通常用掃去掃到麵包裡 現在普通用就可以 用刀刮下去 用来 用來一塊 哇 來 98 Leute 用來一塊 加上去 end 一會兒 舐火 蒜蓉明明 不觉得那么好吃, 原来加了那么多牛油 是的, 曲奇饼也是, 加很多牛油才好吃 所以外面的其实加很多 这次可以不用用完 当普通茶面包和牛油面包 这样塗下去, 然后焗就可以了 可能用不完, 分几次 现在将蒜蓉牛油塗在面包里面 这个面包有什么特别? 这个面包就像坊间, 有一间大的薄饼店 那种蒜蓉牛油面包的款式 很像样子, 做完之后就像人家那些 几十元一份出来的蒜蓉牛油面包 其实现在这个面包呢, 在超级市场呢 只不过是卖八个半左右 喂, 我看到放了很久了, 很多天了 有没有发毛的? 没有啊, 没有啊 为什么不发毛呢? 看看 哦, 原来有防腐剂二百二 抗氧化剂三三零三零零 这些很厉害的 吃了长生不老 讲开面包呢, 我去时候做过一个实验 把两块方包呢, 一块就噴了这个漂白水 一块就没有噴 用两个胶袋, 放在一边 放了很多天 漂白水那块就没有发毛了 不过, 没有噴漂白水那块, 都是没有发毛 很多天了, 有成个月 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看看里面 挺好的, 这只 一切切完那一刻 最好就是把它切完 不是啊, 我说看里面有没有发毛 当然没有啦 好, 那我们现在塗下去了 那我就会塗这些 就是第二块先的 因为我觉得塗第一块 很害怕它断 这样就塗在这里 通常是塗高一点 塗很多的 因为呢, 我想它 好味一点 接着才塗这个 是的, 都是 就是 这个要缺就是 多一点牛油 多一点料 对了 我呢, 就没有来盐的 因为我觉得不用 它本身的面包也有盐 但有些人呢 所以咸一点就加 加些盐 下去了 但我觉得不健康 已经很不健康了 再不健康 那我就不想了 你需要不需要加盐 下鸡粉 我不加 如果这些一块块 就可以塗下去了 但如果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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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半而已 有剩可以翌日再用 這樣就塗完了 最後我就會在表面掃一層 因為令表面 弄完出來好像柔潤些 乾燥些 又是技巧嗎 我覺得漂亮些 即是你自己想的 我自己想的 好 搞定 拿去焗 這樣呢 我就用氣炸鍋焗 那我就會先調二十分鐘 這樣就用一百八十度 就十分鐘 我看一看一次 估計要焗多久 十幾分鐘應該可以 即是說久不久看一看 現在焗了十分鐘 現在焗了十分鐘 看一看它 咦 差不多了 皮都很硬 可以吃了 嘗試試看有沒有第一次那麼好吃 第一次好像比較好吃 為什麼 不是一樣的嗎 你的問題 不過都好吃 簡單易做 有空就 做一下 對 一 拍子 謝謝 五明 深 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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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